之前我有跟高山峰聊過 說好像有一點點是語言障礙 那是後來怎麼處理 夫妻心情怎麼樣 沒有 因為一開始 我們這個小朋友年紀還小的時候 大概一歲多開始學講話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父母會覺得很可愛 結果後來發現 糟糕 除了我們之外沒有人聽得懂他講什麼 然後再過一陣子發現 他的這個行為其實是很反常的行為 因為他是 他不是會去打架的小孩子 後來我自己在腦中 其實整個過程自己跑了一遍 我發現 如果你講的話別人聽不懂 或者是你身邊突然出現一個 講著外星語言的人 你會怎麼對待他 那可能就是會排斥他 可能就是 我會選擇打他 然後從那一個有語言障礙的 大舌頭的小朋友 一直到現在我們看到他的情況 花了大概一年半 快要兩年的時間 他雖然現在這樣子 你看他 很好啊 很棒啊 像這個小狗一樣到處亂串 可是他夜深冷靜的時候 他會跟我太太說 他會哭著跟我太太說 媽媽 我覺得 我再怎麼努力 都沒有辦法把話講好 我好想放棄 我覺得我一定辦不到 其實在發展上面的話 有發展比較慢的小朋友 大概有8%到10% 不少 那微數不少 對 就將近快要10分之1了 可是早期介入的話 狀況就會很好 像我剛才聽到他的語言 我就覺得已經講得很棒了 我也覺得他很棒 有的時候是大人聽不懂 你如果懂的話 他就會覺得他更願意跟你講 是 然後那些比較輕度的語言上面 這些詞環 或者是比較慢的這些小朋友 我跟大家講 根據現在台灣的技術 基本上都9成以上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好 長大之後是跟一般的孩子是一樣 大家就不需要太過於單心 但是還是一樣 就跟Mountain剛才講的一樣 早期發現 趕快早期治療 很多爸爸媽媽就是會否認 沒有 我生的怎麼可能會有問題 我家的怎麼 我的總最好的 我怎麼可能會有問題 還有以前古時候的一個觀念 反正就是長大之後就會講 然後結果就錯過那個 應該要跟人家講話的那樣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說Mountain是在語言這邊的話 其實在幫我們這些發展上面的孩子 推出去很大的一個助力 其實我把我跟恩恩的故事 然後他的語言障礙這件事情 寫在臉書的粉絲團上面 那個是我有臉書粉絲團以來 受到最多迴響的一篇文章 因為我發現就是真的很多父母 有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然後他們一開始甚至連小朋友 有語言障礙 該去找什麼樣子的醫生 都不知道 但是要找什麼樣的醫生 他們有一個就是叫 語言治療師 真的有這個 在兒童復健科裡面有語言治療師 但他們就是專門處理這樣子的問題 對 所以高山峰這件事情真的不錯 看起來阿滴谷跟恩恩兩個 已經聊得很開心了 是啊 阿滴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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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這個問題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適不適合問你知道嗎 是 阿滴谷 你覺得 到底什麼問題啊 阿滴谷 你媽媽的屁股好拍嗎 不是 不是嗎 他們說阿滴谷會拍媽咪的屁股嗎 對 可是你這樣問就怪怪的 好 那你問一個比較不怪的 阿滴谷 你平常是不是很愛拍媽媽屁股啊 沒有啊 沒有嗎 沒有 可是你媽媽不會有耶 她否認得很快耶 沒有啊 可是現在不會啊 現在不會 那是昨天會嗎 不會 那什麼時候會呢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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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都以前嗎 前天啊 都很多 很 很 很以前 阿滴 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說你什麼時候開始發現 他會有 就是對於異性有一些好奇心 因為他阿滴谷現在幾歲 他現在 六歲 七歲 七歲其實還滿早的 可是我喜歡女生是不是 他真的會拍妳屁股 每天好不好 沒有 那他會不會 就是比如說像我 因為我們兩個小孩差不多大 他有時候跟我一起 我最近開始想說 慢慢不要跟他洗澡 因為他會捧著我那兩個人說 媽媽在裡面到底都裝什麼 這個很難回答 真的 真的 有點難回答 因為我們還是有 照正回答他 我說這個從你們小時候喝 妳說是吃的東西 對 吃的 就是喝東西的 什麼都是在從這裡 你們就吃這個長大什麼 就會跟他們聊一下 對 但是他的那個姿勢就很好笑 就是媽媽這裡面 那我覺得他應該都還不知道 像他現在有時候 看到我換衣服 他盯著我胸部看 只要我看到他說 我說你在看什麼 他會說沒有啊沒有啊 他就已經開始有那種 閃避 對 他已經開始知道 而且我第一次發現的時候 是大概在五歲的時候 就是阿姨在幫他洗澡 閃避 閃避就有點嚴重了 對 阿姨在幫他洗澡的時候 就是阿姨跟我講說 兒子跟我說 他以後長大交女朋友 要找一個長輩大的 長輩大的 然後我就說 對 我就很驚訝 因為我知道這是天性 可是我想說 你怎麼會五歲 就已經知道 天性這麼流露無欲 對 就是知道說 然後要找一個就是F的 或什麼 對 就是 你不要自己作假 你不要看我 我算是你還不懂這些 走開 然後有時候就是可能他 就是在看iPad的時候 他會一直連結 連結 連到一些可能就是 有稍微有一點 就是有一點情色的MV 會不會有可能是 爸爸的常用網站 一連結任務 爸爸你趕快把它刪掉 不能再讓他連 可是我就是覺得 他好像是比較早熟 譬如說我朋友如果是 長輩比較大的話 他有時候就是會用手 會去搓他 或者是會去抱他 會去 頭會埋在他的長輩裡面 埋在長輩裡面 對 然後他 他好懂喔 小時候他就問我說 媽媽我有沒有喝 而且是很猥褻的那種臉 我說沒有 因為媽媽沒有奶水 所以我說可是你有喝到 我說你是喝到媽媽的朋友 剛剛好他也生寶寶 結果他想個兩秒鐘說 他長得漂亮嗎 我真的很無言 那阿滴谷問你喔 你喜歡哪一種姐姐 阿滴谷你覺得這個姐姐 跟剛才那個姐姐 你喜歡哪一個 快點一定要回答 是不是剛才那個 還是兩個都喜歡 不然我這樣 兩個都喜歡 這個會不會有可能就是遺傳基因 除了遺傳基因 不知道賴給誰了 而且那他是什麼樣的情況 會打你屁股啊 就是譬如說我穿短褲或短裙的時候 就是喜歡調侃女孩子的那種行為 已經在她身上會發生 如果遇到這樣小孩 我們要怎麼樣教育 現在要回到 這到底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我想知道 這太猛了 對 性別認同就是知道 男生跟女生的差異 所以剛剛布丁講一個東西很好 他跟媽媽在洗澡的時候 已經開始想要探索跟好奇心 開始上來了 所以六歲以上 男孩不跟媽媽開始洗澡 女孩不跟爸爸洗澡 六歲 所以是以六歲之後就不行 所以以後我們不能一起洗澡了 因為 那我可以跟我太太一起洗澡嗎 那應該是沒有問題 因為超過六歲了 對 你跟誰洗我是不知道 他都是他太太以外的 對不起 繼續謝謝 所以 所以他對那個東西 開始產生好奇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沒有辦法解釋 或解釋得吱吱吱的時候 他對性會更好奇 對 所以性這件事情的解讀 性別上面的認同 必須要慢慢來 包括利用繪本 譬如說有些繪本叫做 我的小雞雞 有這種繪本 有 女生的小秘密 我不知道 我咬 咬妳咬 所以在 在教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需要時間 他沒有辦法讓他 就是這樣一直問 然後在那邊趁著 然後你要解釋得到 不過英文剛才做的是對的 他往比較健康的方向去解釋 他也是其中一個器官而已 男女就是有別 對 所以從今天開始以後 你不跟媽媽開始一起洗澡 因為這是一種尊重 對 你有 連赤裸裸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沒有關係了 打屁股算什麼 那就沒有界線了 對 所以在他面前 也不要在他面前換衣服了 我覺得盡量不要 可是萬一他我們不換 但他一直硬偷看怎麼辦 對不對 他一定會偷看 我覺得我一定會去教育他 為什麼不可以 你這樣會讓人家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慢慢 有點不禮貌對不對 對 那這個本來就要開始教 你現在已經六歲 你不教 你等到大一點的時候 他進到小學以後去的時候 他們幫女生他可能 沒有界點 很好奇 因為恩恩以前也會這樣 對 恩恩在學校會就是去 可能先女同學的裙子 裙子 對 然後我 你怎麼講出來 好 後來我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男生一起洗 你也先他裙子是不是 他拿我裙子讓我先 他是泡在那個小浴盆裡面 然後我就在他 全身光亮亮的時候這樣戳他 然後他就會 不要這樣子 那個時候我們一起洗澡 我教你要尊重別人的身體 是不是因為 你自己的身體也不喜歡被人家亂摸 亂碰 是不是 對 那Mountain這樣子的做法是對的嗎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當孩子在跟你玩這些 譬如說比較私密的地方的時候 你的表情跟你的情緒 是怎麼樣回應 你如果也是 哎呀 不要這樣子 很多是這樣 真的喔 因為他還小 我不會覺得他還小 他不懂的 所以沒關係 那只會表情不要跟你這樣 沒禮貌等等 你強度不夠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可以啊 為什麼不可以 有什麼不可以 所以Mountain是讓他覺得 真的不可以 我跟你講真的 其他都可以 結果只有這件事情不可以 己所不欲物施於人 這點我滿贊成高山峰他的做法 教得很好 而且當下比較明快 其實我一直覺得 做爸媽最辛苦的地方 不在於說 不是說我們知不知道什麼是對的 就是你要怎麼解釋給 對 讓他能夠聽得懂 對 你怎麼現在還拿一本論語 拿一本什麼書給他看 他也看不到 沒有 而且很多時候 那個是 對 那有時候是 你學校發生的事情 回來父母知道了 已經過了六個小時 八個小時一天了 對 我們就一直去想說 我要找一個什麼樣 對的時間點 怎麼樣教他 去教他 不是 對啊 因為已經過了那麼久 你這個時候去跟他 去講或是生氣的話 他根本 他不會理解為什麼 所以說不定他早都已經忘掉一半了 對 結果我覺得教育小孩 真的是很困難的事 對 非常難 而且你要想招數 去對付每個不同的小孩 對 每個小朋友個性不一樣 對 很難 腦擔心